老头在偷听女人洗澡 越听越精神根本睡不着 隔天 女人又在面前撩拨 这让老头不禁摘下眼镜仔细看看 当他以为两人是情投意合时 女人又使出欲情故纵着一头 直接将他的浴火浇灭 一冷一热让老头心痒痒 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硬气一回 可这举动吓坏了女人 他一把推开老头 因为力量悬殊 还是被老头压制身下 可他偏偏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女人前面强行罢工 老头有些气馁 他只是想在生命结束前放纵一把 原来老头是个癌症晚期患者 只剩半年的时间 没有子女的他 想请一个护工无微不至地照顾他 等他离开就可以继承所有财产 条件非常诱人 可要求十分苛刻 要小时不见些照顾他 饭菜药和胃口 每天要给他搓两次走 还要忍受他阴晴不定的脾气 如果一条没达到 一分钱也拿不到 之前已经走了好几个人 但这个年轻貌美的女人任劳任怨 他给老头做了一顿饭 荤素搭配美味加倍 可因为多放了两粒盐 所有食物被他掀翻在地 老头看见他在打盹 立马端来一盆冷水 直接给他浇得透心凉 慢慢地 烟花摸清了老头的习惯脾气 即使遭受冷眼相待 他也没有任何怨言 老头渐渐对他刮目相看 在同学聚会上 众人起哄让他上台表演节目 看着听话漂亮的烟花 同学们心中羡慕不已 毫不吝啬地夸赞一番 这可给老头赚足了面子 回家路上 老头看着身旁的可人 想起了自己的亡妻 一个没忍住 手搭了上去 没想到的是烟花也不反抗 隔天早上 老头被疼醒 他蜷缩在地上 痛苦不堪 他亮腔地爬去吃药 听到烟花在敲门 老头知道自己恐怕命不久矣 他让烟花帮自己取东西 随后便换上最喜欢的衣服 在客厅准备好东西 另一边的烟花看到 要取的是照片时 这才明白老头是要把它支开 他立马冲回家 就算摔倒了也不顾 好在烟花感到急时 救下了自杀的老头 他被烟花的行为感动了 也明白不该如此对待生命 自那以后 老头听话按时做检查 还跟他上街散心 看着如此细心的烟花 老板甚至以为是老头的女儿 渐渐地 老头也对他敞开心扉 两人坐在一起谈心 这才得知老人原来有个儿子 但是在不久前因为车祸去世了 当他聊起自己的家人 眼里尽是遗憾 很快到了复查的日子 因为烟花照顾得很好 老头又保持心情舒畅 所以医生告知 如果继续下去 六个月变成六年也有可能 这可让老头开心坏了 觉得身体都有劲了 还将烟花手中的重物抢过来提 他决定放肆一把 去吃生鱼片 甚至还喝了烧酒 见老头停不下来 烟花立马劝阻 老头看着伸过来的手 没忍住抓住了他 果然生病的身体不抗燥 回家后就开吐 为了证明自己又行了 他一把抱住烟花 想要重振雄风 可没想到还是败下阵来 他自己也懊悔不已 为什么自己都快要离开的人了 还满脑子是这些情情爱爱 殊不知 这一切都是烟花的计划 他要让老头沉浸自己 在无微不至的照顾中 渐渐爱上他 你以为他是为了老头的财产吗 其实不然 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 女护工穿着清凉 将大白腿对着老头 并且有意无意地晃动着 仿佛在暗示什么 不仅如此 他还故意俯身 露出一大片春光 嫩白的双腿 时刻吸引着他的目光 看到老头心中浴火焚身 趁老头发病时 将他抱在胸前喂药 故意让他看到那抹春光 还在老头旁边洗洗澡 一旦他想更进一步 女护工就会婉拒 老头很是郁闷 可他被撩拨得实在难受 他真的很想得到它 于是决定使出毕生功力 让他爱上自己 首先 他把自己收拾干净 打算先从面容开始年轻化 看着熟睡的燕华 贴心地用手给他挡住阳光 随后将偷偷买的 超大鸽子蛋给他带上 要想抓住女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见他醒来 立马端上做好的午饭 可燕华没有理会 静止出门了 老头就一直在门口等他回来 可身体终是撑不住 这时燕华回来了 老头见他如此冷漠 便说只要他能和自己谈恋爱 自己可以将车子房子 全都赠给他 燕华没有理会 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曾经因为工作需要 燕华每天要喝很多酒 这天他遇到了一个男人 他递给燕华一瓶解酒药 并且要他好好保护身体 这是第一个关心自己身体的男人 燕华沦陷了 一来二去 两人就此确立了恋爱关系 可就当两人甜蜜时 男人的爸爸发现了 并且觉得燕华的工作登不上台面 在两人发生争吵后 男人决定离开家庭 爸爸气愤不已 为了让男人死心 他叫来混混使出强硬手段 拆散两人 老头震惊了 原来他就是男人的爸爸 而燕华就是那个被他嫌弃的陪客女 自从出事后 他恨极了老头 于是应聘了他的护工 开始对老头悉心照料 偷偷买大补的食物 知道老头好酒 于是晾晒壮阳药材 制作药酒 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爱上自己 看得到得不到 让他从身体心里都需要他 从而真正的摧毁他 女人被黑老大死死按在桌上欺负 而他的男友就被胁迫在一旁看着 他歇斯底里的耐喊着 可无济于事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友被侵犯 五秒后 黑老大就结束了战斗 从钱包掏出一打现金就甩在女人脸上 而这一切 都是男友的父亲指示的 目的就是为了拆散他们 甚至还特地打来电话侮辱他 接受不了真相的男友外面俱灰 他无言在面对女友 醉酒之下跑到马路上 选择葬身于车流 男友从此成了他心中抹不去的疤 遭受双重打击的女人痛不欲生 他要为自己为男友报仇 于是处心积虑地接近老头 通过细心的照顾让他爱上自己 最后告诉他真相 老头知道自己当年做错了事情 应生生毁了两个家庭 他没有脸面再活在世上 于是叫最后一次叫女人给他洗澡 穿上最喜爱的衣服 体面地离开了人世 这一次 他没有选择阻止 而是在房里默默地陪伴 就这样 女人不仅为自己为男友报了仇 还继承了老头所有的遗产 这天 一名记者找到了他 他是专门负责挖掘离奇死亡事件的真相 自从参加了那场葬礼 他一直怀疑这件事情有蹊跷 女人准备了一桌好菜 还拿出了自制的药酒 两人一杯接一杯 药酒全部下了堵 强大的后劲很快让记者睡了过去 半夜 他被一阵哭声吵醒 顺着声音 他看到在浴室哭泣的女人 梨花带雨的模样好生可怜 他赶忙拿上浴巾 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将自己与男友相遇 相爱 再到分离的过程全部告知了记者 听到女人惨淡的人声 不禁对眼前的可人起了怜悯之心 此刻他脑中一片空白 趁着酒精 他直接带着女人开启一场最原始的交流 把调查真相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 看着旁边空荡荡的位置 在想起昨晚得知的事情 他决定就此收手 不再继续调查下去 为了更了解女人 记者找到女人之前工作的地方 无意中得知老头也离世了 而那人正是他男友的爸爸 记者隐约觉得事情有一丝不对劲 于是再次上门找女人 可就在门口 记者发现了晾晒的药材 出于好奇 他将药材拿到市集上去问小贩 这才得知他教业关门 是一剂比伟哥还要厉害的猛药 如果长时间服用 就会损害身体 还会出现精神问题 原来就是这样让老头慢慢起了欲火 再加上有意无意的聊过 给了希望又加以制止 这才让老头一步一步走进自己的陷阱 记者又回想起那晚的药酒 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女人的寂寞 而自己也中计了 但现在无论如何 已经不能再将真相报处了 田梦一旦醒来 就会感觉凄凉和空虚 大仇得报的女人独自坐在椅子上 失去男友 没有家人 遭受多重痛苦的她也丧失了生活的希望 看着缓缓驶来的火车 她毅然决然地往前走去 决定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 下一秒 许事出于愧疚 女人被救了下来 回想起自己的一生 看着离去的两人 也明白了自己承载着他们的爱 应当好好地活下去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像片中所说 妄念生过错 过错引来贪欲 贪欲过后永远跟着后悔 可最终后悔无法挽回 老头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就伤害了烟花 事已至此无法弥补 只能带着悔恨离去 而孙自有而孙福 作为父母 不要过多地干涉子女的婚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让他们独立 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